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反正这个劳委会因为国人都有这种期待 配合外交部 配合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总体这个决策 做这样一个决策 在这个非劳引进的部分 但是我这个地方要提出来 就是说在做国跟国之间的交涉 特别是菲律宾它自认也是个大国 好吗 五六千万人口的这个国家 它自认也是个大国 所以在交涉的时候不可能叫人家屈服一个意志 国家个人可以屈服 但是国家不可能屈服 所以公开给你道歉不可能 除非是打仗 打仗才可能你用军事的这个力量摧毁他的这个国力 然后你才可能叫他屈服 完全一取一求 叫他给你公开道歉都可以 无条件投降都可以 但是如果没有打仗的话 不是因为军事这个交战 然后屈服他的这个所谓国家意志力的话 不可能一个国家的这个领导人 会引取他的代表也好 特使也好 或者是在国际的这个舞台上 公开跟另外一个国家道歉不可能的事情 这以后我们在做的交涉的时候啊 这点要放在这个心里面 但是我们可以汪洋补牢 我们可以说很严正跟他交涉说 你这样是残害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权益 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尊严 我们国人的感情 以后不可以这样子 那就是汪洋补牢 他可以在国际舞台上 通常都是说 他可以做一个微婉的一种遗憾 就是我们没有顾虑到 中华民国这个民众的这个感情 跟他的这个尊严等等 那以后我们任何牵涉到中华民国 国民的这个犯罪的这个司法案件的话 我们都会充分的自伤中华民国 这样子的话 就是不可能这样道歉 但是哈克表示一案 但是讲到强调未来的解决之道 未来他会这样来做 通常国际惯例都是这样做的 但是我因为不在其政 不谋其 不在其政啊 不谋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 我就 猫抓老鼠啊 多管闲事啊 所以我 但是我这个地方要跟你讲 我支持你 好不好 第二个就是说 那个你提到的这个 所谓啊 在妇女节里面提到 希望 主张 我也赞成啊 希望把这个 所谓这个 退休金啊 跟这个劳保给付啊 年金的部分啊 将来都能够 因为透过修法的这个手段了 马上列入这个 如果说有这个夫妻啊 离婚了 可以这个生意财产的 这个所谓 分配的这个范围啊 这个对象啊 这基本上 当然修法这个途径 我赞成你这个概念 我认为这是 对弱势的这个 这个妇女同胞啊 这个离婚之后啊 或者是说 呃 这个所谓退休金 或者是特别是年金啊 老保年金 这个 月月退这个年金里面了 将来 起伏之后 这是很稳定的一个收入 这是很稳定的一个财源啊 如果能够列为这个 所谓生意财产分配的一个范围的话 对这个弱势的这个妇女同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稳定的 可以让他有尊严的一个一个一个来源啊 财产的来源啊 收入来源啊 这个是我赞成 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个修法的路程啊 可能很远 因为我看到有些呃 法律界的朋友啊 律师啊 他他觉得太复杂了 其实不复杂了哈 但是如果说呃 修法的过程很很很很长的话 其实可以形成判例嘛 因为你以前是律师吧 如果说其实我们还没有修法完成之前啊 目前我就要请教你说你过去 或者你所了解的这种案件了 就是说呃 如果说是对不公行的时候 不欢而散的情形之下 到法院必须要这个到法院去做决定财产分配的时候 这种呃 双两兆的这个呃 律师或者当事人呢 向法官提起啊 就是要呃 退休金或者是这个呃 要要列入这个财产分配范围的话 这种成功的这个比例多少 我是意思说 如果说还没有立法之前啊 其实只要呃 律师或是当事人呃 请求法官把这个列入这个 他的这个裁判 判决的这个呃 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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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决判决里面的话 考虑考量里面的话 也可以形成判例嘛 不一定要是这个呃 所谓法律修正啊 我觉得会不会嗯 可不可以诉管齐下 你就呼吁 我们可以透过劳委会了 透过您这个这个 这妇女节的这种公开的呼吁的话 我想很多的律师也注意到这个东西 当事人也注意到这个东西 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法庭上做这个 这个离婚诉讼的时候 可以可以请求法官来做裁量 嗯 这个过去有没有这种案例 过去这种呃 这种主张被法官裁纳的这个呃 比例多高 是 我们在民法里面的规定是呃 离婚的时候现存的财产 就在离婚当下有的财产 所以几乎很少会把这个 有这种主张的话 法官也不会不会不会形成判例 不敢不敢比较那么前进 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在当律师的时候 有一些妇女啊 被家庭暴力打得非常严重的时候啊 然后呢 他告诉我 他就在算嘿 他说他五年后才可以离婚嘿 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 他说五年后他现身的退休金啊 才会进到他的账户里面去 才会变成现存的财产 而可以列入分配的范围 简单讲就是说 他为了要可以分到那一笔钱 他必须再忍受五年的家暴 才有办法能够拿到那一笔钱 其实其实是非常多 类似这样的 其实法官 其实法官其实刚才没有很明确的法律 这个说是要把这个所谓这个退休金纳入这个 生育财产分配权的范围啊 但是法官其实也可以这样做 因为法律并没有 法律并没有禁止啊 法官也可以更先进一点 如果稍微前进一点 这位期待群也是一个财产 其实是可以列入分配的范围 他其实是可以来改变的 法官不说这个拘束的 对 所以我觉得 希望透过您这个3月8号的这个 抛出来的这个气球啊 让法官法界的这些人士啊 多所思考 我们也期待法官真的能够看到 现代时代的需求跟改变 能够做一些 对 时代需求的这样的判例 有比较进步的判例啊 来带领啊 来不一定要来催化 不一定要有这个法律 当然法律修正是这个福底抽薪的 他是最最最正本情缘的 好不好 呃 另外我请那个呃 劳保局啊 那个总经理跟那个黄 黄主委啊 这个呃 劳退基金啊 劳保基金两个人来 怎么样 最近我我一直很关心这个事情啊 这个810万的这个劳工啊 朋友他是在所谓薪资里面也有800多万吧 是吧 所以他 816万 816万哈 那这个呃 98年 99年了 听说98年 因为那个是金融海啸过后 哈 所以他这个基础啊 啊 比较低一点 所以这个 谈生啊 所以你们获利比较 呃 好一点 是 而且那个时候都呃 大于这个大盘的这个操作绩效了哈 但是这个99年好像就 这个整个操作的这个绩效有点回落啊 呃 呃 现在 今年呢 展望 这这几个月好像波动很大 幅度很大 你们会不会碰到一些 呃 一些困难 有没有信心啊 我看你们两个现在今天他从没 这个不展了 上次 每一次这个请你们上来 问你们的操作绩效的时候 里面都是呃 非常这个 这个胸有成竹啊 这个很有信心 现在好像信心不足 讲一下 来 跟我一报告 我想的确今年的那个前一季啊 他的波动度是比较大的哈 但是在我想我们两个基金还是会居安思维啦 我们会呃 看做好最好的资产配置 还要封控 那或许对大家的利益 好 那个呃 但我 好 那个主委呢 啊 一样我跟陈总的看法是一样 你们两个这个已经有标准答案了 就是的哈 那个 但有人批评说 有人批评说99年的这个 呃 所谓这个收益的分配啊 比较略低一点 1575是吧 比较低一点 那个主委你满不满意 哈哈哈哈 哈哈 是不是跟法委员报告 大概近三年来我们的新智啊 他的收益率是平均是3.1413 3.1413 实际上是相当一个一个水准 对 跟委员报告 这个比比大盘 还有比我们两年的这个定期的这个基础利率还要高就是了哈 好加油 因为呃 现在这个社会是以成败论英雄的这个 以为多了 所以还是要这个呃 真功夫了 还是把这个绩效啊 这个结算的时候要拿出来 因为他现在就是真的是要拿出绩效出来哈 好谢谢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道理哈 呃 另外就是这个呃 讲到过老死的问题哈 呃 我觉得这个值得同情啊 真的呃 我也看到那个克鲁曼 不晓得这个主文 你看到昨天的克鲁曼呢 在纽约时报里面 他有一篇专文啊 就是这个呃 经济学的这个诺贝尔得奖组啊 他谈到说是呃 未来的这个趋势啊 当时这个ITIC啊 电脑化出来之后 大家都觉得说电脑化的结果啊 最会冲击到的这个就业机会 就是比较这个所谓啊 蓝领阶级的这些彭工 哎 但是未来他认为说很多的这种所谓啊 电脑化的结果像云端啊等等 他说啊 因为能够遵循明确守则 而得以完成的认知和劳力的工作啊 他们现在发觉白领的这个工作机会 都会受到冲击 下一波就是冲击到白领的工作机会 因为包括呃 电脑化的这个呃 辅助医学诊断 很多东西都会切割成电脑 是吧 逻辑可以切割成电脑化 那包括呃 一些的这个甚至法律研究的部分 他都可以用电脑化来做辅助的啊 这些将来会冲击到这个白领啊 这些冲击到白领 所以呃 但是他是说啊 即使这个在电脑化的程度 再深 再复杂 再广 再精致啊 再高级 有一些没有办法遵循的确定守则 而完成的工作 包括很多的劳力工作 像卡车司机 像大门的警卫 卡车司机因为在路况里面 随时不可能有这个明确的守则嘛 所以他必须要靠人脑 那个司机啊 操作那个方向盘的司机啊 来决定向左向右 要刹车 要加速等等 所以这个都永远不会被取代的 即使云端运算再厉害 逻辑再厉害 都不可能被取代 是 机器人 再厉害 都不可能被取代 但这种情形之下 我就是跟你那个结合 跟你老委会主管的 上千万的同胞 都是在你老委会 要照顾的对象里面 我们 呃 是不是这方面 把Paul Crumman 他这个看法哈 你们呃 因为你们有这个资讯嘛 呃 这个中心呢 这个资讯中心过去 帮助了很多人啊 如果说是 因为电脑的 电脑化的速度啊 太快啊 然后你不知道哪一个 会冲击到哪一个产业 就这个产业被冲击的时候啊 这些术红道 就是我们老委会 呃 透过啊 我们讲立即上工计划 然后就是说 这个这个这个职业呢 来弥补这个 来弥补这不 因为你们毕竟是公部门 你们在反映这个就业市场的 这个 他的膨胀 或者说说 或者是他的那个挪移的时候啊 你们的速度应该是最快 因为公部门的 你要一个 要反映到学校里面 教育部门 大学里面啊 高中部门里面啊 要反映这个电脑化的 这个对劳工市场 劳力市场的这个 冲击的时候 很慢 这个这个 这个流程可能要好几年 两三年 是吧 那你们马上 你们看到这个 这个研究的结果 就马上就可以来说 是 我觉得这个研究结果 其实就代表 行行出状元 就是说劳动尊严的 对一些很基层的工作 现在这里那反而不可地带 我的意思是说 你们把这方面 把这方面当做是 因为你们 比那个学校 正规学校的反映还要快 速度还要快 好不好 这方面 作为这训练的 这个培训的部分呢 你们来看看 那个整个趋势的变化 你们马上来做好不好 谢谢主席 都有容忍 谢谢